路加福音 第二十章 有一天,耶稣在圣殿里教导百姓宣讲福音的时候, 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上前来问他说, 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他们,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间来的呢? 他们彼此商量说, 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 他会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我们若说从人间来的, 所有的百姓都会用石头打死我们, 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 于是他们回答, 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耶稣对他们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耶稣用这个比喻对百姓说, 有人开垦了一个葡萄园, 租给园户, 就出外远行, 去了许久。 到了时候, 他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 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 园户竟打了他, 叫他空手回去。 园主又打发另一个仆人去, 他们也打了他, 并且侮辱他, 叫他空手回去。 园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 他们也打伤了他, 把他推出去了。 葡萄园主说, 我要怎么做呢? 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 或许他们会尊敬他。 可是, 园户看见他, 彼此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我们杀了他, 产业就归我们了。 于是, 他们把他扔出葡萄园外, 杀了。 这样, 葡萄园主要怎么处置他们呢? 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听见的人说, 绝对不可。 耶稣看着他们, 说, 那么, 经上记着, 匠人所丢弃的石头, 已做了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凡跌在那石头上的, 一定会跌得粉碎。 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压得稀烂。 文士和祭司长看出, 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 当时就想要下手拿它, 只是惧怕百姓。 于是他们窥探耶稣, 打发奸细装作好人, 要在他的画上抓把柄, 好把它交给总督处置。 奸细就问耶稣, 老师, 我们知道你所讲所教的都很正确, 也不看人的面子, 而是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 我们纳税给凯撒, 合不合法? 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 就对他们说, 拿一个银币来给我看, 这像和这名号是谁的? 他们说, 是凯撒的。 耶稣对他们说, 这样,凯撒的归凯撒, 上帝的归上帝。 他们无法当着百姓 在他的画上抓到把柄, 又因他的对答而惊讶, 就闭口不言了。 有些撒都该人来见耶稣, 他们说没有复活这回事, 于是问耶稣, 老师, 摩西为我们写下这话, 某人的哥哥若死了, 有妻无子, 他该娶哥哥的妻子, 为哥哥生子利后。 那么, 有兄弟妻人第一个娶了妻, 没有孩子死了。 第二个, 第三个也娶过她, 同样的七个人都娶过她, 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 后来, 那妇人也死了。 那么, 在复活的时候, 那妇人是哪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 耶稣对他们说, 这世代的人有娶有娶, 唯有佩德纳要来的世代, 和从死人中复活的人, 不娶也不娶, 因为他们不能再死, 和天使一样, 既然是复活的人, 他们就是上帝的儿子。 至于死人复活, 摩西在荆棘篇上就指明了, 他称主, 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 而是活人的上帝, 因为对他来说, 人都是活的。 有几个文士说, 老师, 你说得好, 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了。 耶稣对他们说, 人们怎么说基督是大魏的后裔呢? 诗篇上大魏自己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 大魏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魏的后裔呢? 众百姓听的时候,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 他们好穿长袍走来走去, 喜欢人们在街市上向他们问安,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宴席上的首座。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惩罚。